我们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来到我们公司 我的职位就保住了 我的饭碗也就保住了 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现在没工作 这彤彤要是因为这件事 再把饭碗丢了 这以后你俩这小日子 可怎么过呀 你要是帮了彤彤这个大忙 你说彤彤这饭碗也保住了 你又有了工作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何乐而不为呀 是不是啊 妈 我不是这意思 我总觉得吧 两个人在一公司上班 这别扭 别扭呢 肯定是有的 彤彤长这么大 从来就没有求过人 这次求你呢 肯定是遇见难事了 你是彤彤的丈夫 帮助彤彤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是我总觉得这事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是难民的教育与担当 不能逃避 是啊 求求你也帮帮我吧 行 这里有一份劳动合同 你签了字 明天就可以到蓝色工作了 合同都带来了 快起研吧 这也太快了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那是你的主意呢 不是我的主意 是我爸的 反正这么做也是为难的 公司本来没有计划招人的 是我从HR那调了一个名的 你爸你妈真是好人啊 你什么意思啊 好像我们家就我不是人一样 不是你别总在这个事上跟我拧着行不行 我说的是心里话 虽然我是一个假女婿 你爸你妈不知道 但是他们对我那个 就跟亲儿子一样 让我特别特别地感动 还有今天啊 本来我是已经很感激了 就马上要感动了 你这一盆冷水过脚里来 什么都没有你 你把你感激的话都放在肚子里暖肚子 我不需要 我又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爸 好 就是我热脸贴冷屁股行吗 说实话 原来我是小看过你 但自从你做了大错的方案之后 我就改变了看法 我没有否认你挺有才华的 人品也可以 也够勤奋 但为什么到了三十岁还是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原因 一个好好的公司就在你手里干不下去了 我 别你啊你 不就想说原因不在你吗 是因为大环境不好 因为你是个外地人 你运气不好 没给你机会 大家没有认识到你的才华 对不对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怎么办 你别你 看你平时一副假清高的样子 这也瞧不上那也看不起 连吴总你也敢说 你就没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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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过 我太心事了 知道就好 这次进了公司以后 你要学着夹着尾巴做人 这年头低调点没坏处 知道了 那你还拉长了脸干吗 给谁看啊 你劈头盖脸 把我损得像三孙子一样 我怎么填了两个衣袖 你别忘了 在公司里我是你上司 你是我下属 你要敢惹我 你的身死荣辱就掐在我手里了 小心我假公济私弄死 你这个当领导的心眼也太小了吧 领导不是人 更何况还是女人 你有没有听过 不要和女人讲道理 否则会死得很难 很惨 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张独 有非常丰富的会展经验 希望大家合作愉快 康健 你们以前有过接触的 嗯 不过是一些 单独项目的合作 这次他是我们的员工 有什么不太清楚的 你多带一下 好的 大家工作吧 那个张朵怎么到咱们公司来上班了 原家入展了呗 那你以后得提防着点烫 我想给你个忠告 席而公听 别和康健斗 我知道你们俩之前有过节 再说你也斗不过他 作策划 他不如你 玩心眼你可不如他 我知道你为了我好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低调做人 再补充一句 高调做事 办公室就是个小社会 围好了上司 触好了同事 再加上良好的业务 才是生存之道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你的提醒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一气用事 是 出去工作吧 这个上面的数字 你一定要合得好啊 这上司 我帮你跟吴总说 我再这次你要再出错 我没法说了啊 你好好合得也 康老师 对啊 以后您还得多多关照 哎呦 哎呦 张老师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您能来我们推广部 我真的 我自己我是觉得三生有幸 您到我们推广部 就是给我注入了新鲜血液啊 让我们推广部朝气捧 是吧 您太过奖了 欢迎欢迎欢迎 来 李总监 哎 吴总 晚上 我请你吃个饭 吴总 哎 李总监 哎 清华姐 吴总 我有份资料 需要你签个字 你先拿到我办公室 一会儿回去去 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情 向你汇报一下 你没看见我跟李总监 在说话吗 啊 一会儿再说 那不行啊 吴总 这件事情很重要 必须现在说 啊 吴总 我正好 刚才会议的记录 我要回去做一下功课 那 清华姐 你慢慢聊 哎 那晚上 啊 公司聚餐 我就不参加了 正好 我还有点别的事 我先走了啊 吴总 啊 清华姐 不好意思啊 李总监 来 给你吃麻眉了啊 你什么意思啊 公司晚上聚餐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说 干嘛 我给你发短信 你为什么不回 我给你发短信 这是在公司啊 好 我晚上买了菜 去我家吃饭 你注意点影响好吗 我是领导 领导怎么了 领导就不吃饭 领导就不谈恋爱 领导就不结婚了 是不是啊 能不能往后点 我结个婚 我知道啊 你现在不离婚一个人了吗 我也是一个人呢 咱俩孤男寡女挺合适的 你觉得呢 停 行 正在办公室 你公然在会一时挑衅男领导 你还想不想干吗 怎么你要开除我呀 你看你要把我开除以后 公司还会有没有像我这样一个 为你尽心尽力卖力工作的人 你往后点 你怎么 小叶跟我动 走了 不 我 这事就按您说的办了啊 太可怕了这 医生 您跟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我已经跟您解释四遍了 句句都是真的 医生啊 太谢谢您了医生 感谢感谢感谢 太谢谢了 那那那我就回去了啊 好 再见 医生 我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您掐一下自己试试 行行 还真疼啊 医生啊 那麻烦您再跟我说一遍 梨梗的肿疗是物诊 您爱人的身体非常健康 这回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这回是真听清楚了 医生谢谢啊 谢谢谢谢 太好了 没事了 太好了 这慢性胃病调养啊 贵在坚持 医生不都说了吗 这包药喝完了以后啊 又该去配了 回头我跟张朵说一声 张朵 挺好的 自打和彤彤结婚以后啊 每次都她跟我拿药 我看她跟彤彤 没什么问题 要不然 咱们别骗孩子 你这话不对啊 咱们现在的行为 那跟骗字是沾不得半点关系 什么叫骗呢 那坑人害人才叫骗呢 我们坑彤彤了吗 害张朵了吗 我为的是他们夫妻和睦 恩恩爱爱 为的是他们造福子孙 历在千秋 功在万代 我这是骗哪 行行行 你这张嘴啊 就适合喝药 把它喝了吧 小心烫啊 不过 我真是该去看看他们了 好吗 好吃吗 挺香的 这应该让张朵也来啊 下次吧 反正也是个便饭嘛 那好 那我就 以茶代酒了 咱们三个干一杯 对对 我刚想起来 老爷子 你不能喝茶 你先吃中药呢 茶解药呢 来 你喝我这杯白水 喝点茶睡了 茶不让喝 咽不让抽 按时睡觉 少时多餐 你说我这活着 还有什么兴趣啊 好 以后啊 你就天天看着你的女婿找着吧 好 来 来 干 干一个 干杯 来 来 哎呀 进 李总监 你的方案定稿我看了 我觉得可以 还有个事找你 你说 坐 坐呀 我要给我爸 搞一个诗歌会 就是朗诵他年轻时候的作品 这是我现在能够给他 唯一做的一件事 我想让他高兴点 我支持你 我也理解你 笑一笑时年少 笑一笑不吃药 你说我爸爸怎么喜欢你啊 这个事 我又不知道 你给他们下药了 我跟你说 但我要提醒你啊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要清楚 你说你这个人啊 就翻脸比翻书多快 刚才看你心疼父亲那样 我特别感动 但你现在你这么一说 就感觉让我心寒你知道吗你 认识的说是很简单 你本身有数字不透呢 也是 我实际上是个一名的 没有什么 风唱着秋的歌 叶子随风飘飞身旁 落影之时带着泥土的芬芳 我不由地捡起一片 心脾 心醉 神意 好 好 老师 下面一首呢 是我最喜欢的 你们要不要静静 好 如果你是一粒种子 醒来就先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 我准备了很久的思念 一直想打包邮寄给你 又会又怕记忆的雨水打湿 我来回走在雨里 不知道远地 来回走了多少回 当 什么会儿了 老赵 准备好什么是要不好啊 非得准备榴莲 这满院的什么时候去 我这是诗歌会 诗歌会你懂吗 对不起啊 叔叔 他就是一吃货 你别理他 您继续 您念你 我吃我了 没事 我们都很陶醉呢 您继续啊 张老师 念给你们听呢 也是强人所难 好 我最喜欢的诗歌 还不如一盒臭榴莲 算了 年轻人们 你们先玩什么啊 别吃了 就是 这多余领你来 都不是你 这不跟你牵个出来 吃什么呀 那饭也不吃 你先快听完再吃 我呀 给你搜集了一些 你年轻时候的资料 哎呀 老赵过来 你快来看看 什么时候呢 我也看看 这首诗是七九年的时候发表的 这个诗生了童童以后没多久 你看 多少年了都 这首 我想起了 是你到庐山开会的时候 路上写的 这么多的是贵资料 张朵 你从哪弄来的呀 阿姨在网上啊 有卖那旧报纸 所以我搜集了一点 时间不充足 如果要充足的话 让她收集更多了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老爷子 您吸锅了 吸锅了 吸锅了 老爷子高兴了 阿姨 阿姨 还有榴莲吗 对不起 就算是 吃货 老师傅 老师傅 你看我站在那等半天了 你先跟我摸得了呗 你看那么多牌子的嘛 你先把那菜刀放在那里 这个摸好了就给你摸 干嘛呢 静华姐 怎么了 你过来 你过来 去年咱们公司不是投资上亿元 作为新产品开发吗 其中有一个项目 由于原材料配比不对 所以失败了 我知道这个商务 给你看看这个 你看 蓝色投资失利 砸住一个亿 外企 投资虚谨慎 这太一篇概全了 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怎么能这么写呢 这件事情啊 对公司影响很大 就连股市都大跌了 史密斯先生都已经知道 这件事情了 怪不得 吴总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去找吴总 这个 我已经做了 我在第一时间 要求他们公开道歉 公布事实 停止损害我们公司的一切行为 那他们怎么说 拒绝 态度很强硬 宋总编认为 他们也是根据事实 做出的报道 根本就没有 扭曲我们公司的现象 甚至还鼓励我 走法律程序 让我提起诉讼 行了 把你们成色带活动做好 区域的事我不用管了 最坏能怎样 大不了我辞职 公司的责任 还有个去处 吴总 要不然这件事交给我 我来想办法 你 在推广部做了这么多年 在媒体方面 我还有一些人脉 这个我也想过 没有用 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呢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吴总 您就让我试试吧 我一定会尽力的 好 那你去吧 你给我磨快点啊 放心吧 不是跟你吹啊 我磨这刀啊 别说剁肉切菜 劈劈材都行啊 哎呀真挺好 哎 好这就给你磨啊 谢谢啊 帅哥 帅哥 别跑了 阿姨快帮我拦住他 干啥了 大爷怎么会帮我拦住他呢 我拦他干啥呀 他咋去了 大爷我们小区有规定 不让小商小贩进入 哎呀他磨刀我还挣几个钱 你碾他干啥 走吧 我刀 哎我刀 宋主编 其实关于贵刊的记者 发表的那篇 非常不负责任 而且严重事实的报道 已经对我们公司造成了 非常大的社会影响 嗯 我希望贵刊能够发表一篇 道歉声明 对我们公司来说 也挽回一些影响 我告诉你 我们的报道是客观的 至于说你的后果 与我们是没有关系 而且我们也不承担责任 这是您非常主观的认识 但并不是正确的 嗯 当然如果您坚持您的立场 我瞒您说 公司已经成立了 突发事件小组 来针对这件事件 宋主编 你不用立马回答我 您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再通电话吧 好 那我就不送了 不用了 谢谢 好 你不就是一把刀吗 丢就丢了呗 又啥呀 你刚来不两天 我就把月通刀给整丢了 我咋跟你交的呢 你也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 再者说呢 婆婆重要刀重要啊 我跟你说姐 她要真敢用这把刀难为你 我非得跟她论论理不可 你跟人论啥理 我错了 我给刀整丢了 月通就是生气也也是应该的 哎呀 我就怕用这个事 瞒咱家也不和气 你说我咋这么糊涂呢 不是你怕她干啥呀 张朵让她拿住了 你也让她拿住了 说啥话呢 谁拿住谁呀 谁能拿住谁 那张朵能让她拿住啊 你说你们 你们姐俩 这把能不能 pais了 能不能露点别的啊 不就一把破菜刀吗 那丢了再买一把 就完了 你月通说了 那刀啊是在 在那叫德国买的 我是哪长期啊 就搁德国买的 它也不是一把刀嘛 搁德国买回来 怎能变成枪啊还能啊 你说你们家俩一天早上 就刀刀刀刀刀 都给我心都刀的熟了 那你说咋整吧 上商场看看去呗 北京这么大啥没有啊 能行吗 看看去呗 妈 又上街了呀 哎呀 闷死我了 我也给你们去 大姨 我也给你们去 行吗 大姨 那行 咱看看去吧 看看 你好 欢迎光临 大姨 这儿卖到的过来看看 是这个吗 不是 你好 我问一下 你们这儿有没有卖那个就是 两个小人牵手的那个牌子的刀 您说那是双列人 在隔壁那规短 上那边看看 大姨 走 走 你好 欢迎光临 大姨 你看是不是这个牌子 对呀 有打小人吗 月儿啊 就这刀 这个啊 就这把刀 拿来来看一下 我拿来来 这北京大地上的 哎呀妈 啥都有卖的 那啥这刀多少钱呢 两千八百八 你说多少钱 两千八百八 那怎么贵呢 这刀质量好 又是进口材质 价格当然要贵一些 那一看就是铁片做的 它也不是金的做的 这刀质量不一样的 是进口的 哎呀 那也太贵了 两千八百八 太贵了 给农村的能买一码车的 是 那个丫头 你这样 你再便宜点 八十块钱 你看行吧 阿姨真的便宜不了 我们商场是不讲价的 而且这个刀也是全国统一定价的 便宜不了 真的便宜不了 我看看大姨 那也太贵了 咋就跟菜刀没啥两样呢 便宜点呗 真是 大姨 大姨 姐 姐 姐 大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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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溜达一会呗 再溜达一会呗大姨 大姨你看你走啥呀 哎呀你整一会儿 我裙子还没满呢 你再陪我走一会呗 走吧 再溜达一会 咋的了姐 用我呀 两千八百块钱 我和你姐夫 一年也怎么了这些钱 行了行了 丢就丢了 两千八十丢了 你能咋的上坡 就是呗 走吧回家 好 我上伙 回去再说 我那裙子还没买呢 一切都在计划中 惩罚就在今晚或者明天 你说服总统变了 目前还没有 但我相信 他一定会被说服的 那不是跟没说一样 行了 你也下班休息吧 好 多余领你来呀 太丢脸了 那你没有把刀把刀还整丢了 你咋没丢呢 行了姐夫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少买呀什么呀少买呀 你姐这脾气 性格跟你一样一样 大嘞嘞嘞玩呀 要不就买那个 两千八啊 挺贵的 那 那你那也得买呀 要不我嫂子 我嫂子还不知道呢 两千八 大爷 这我嫂子知道了 你买 能不能给咱们撵出去呀 你闭嘴 你闭嘴 你这行吧 能不能有跟那个 就那两千八 一模一样的 便宜点那样事的 咱再去找找啥的呀 好 姐你干啥去 找不到这样子 姐 听着令我这个找不了 姐 姐 姐 那能找着吗 找起来 是两千八 你找着能给你吗 那两千八 我跟你说 都能修好几个脖子都 老门儿 我跟你问个人就是说 你我老头儿我骑进了车 这是摩大屋的 你看见没有啊 没看见 没看见 小伙子 老大哥 我问你问点事吧 就有一个鸡 尽能吃老头儿 玩点摩大屋的骨头 所以你看见没有啊 没看见 小伙子 老上咱们小区里摩大屋的老头儿 其实破都能吃 他们家干啥住啊 不知道 他们每天从那边过来 啊 好 哦 喂 是钱总编吗 你好 你好 好好 我听说这个蓝色公司 要在贵报刊登声明啊 舆论自由嘛 对吧 那是他们的自由 对吧 律师函 已经发了 网络呢 今天下午几个大公司 已经发布了我们的通稿 纸媒和电视方面 也做足了工作 喂 喂 呦 陈主编呢 嗯 你讲 你讲 老宋啊 我也是为蓝色的事 哦 他们啊 也把圣秘书 送到我们编辑部了 啊 我有准确的消息 为这件事 蓝色是下了血斑了 一定要为自己澄清事实 好 好好好 老陈呢 我谢谢你啊 哎 我知道了 好 哎 再见 进来 什么事儿 律师函 律师函 蓝色起诉我们 说我们做不实报道 事与调查 他们要求我们在最新的一期刊物上 做出公开道歉 可是我们明天就要出刊了 今天晚上必须订稿 那您看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哎呀 我这走哪儿了这是 这什么地儿这是 哎 大妹子啊 那个我给您打了个道 这哪儿啊 你想去哪儿啊 我 我想上我儿子的家去 你儿子住什么地方啊 我儿子 你儿子住什么地方啊 给不啥地方呢 这个 记不住的 那你跟你儿子打个道理 打个电话吧 我 我电话平时写小本上 这个出门着急忘带了 这到底还没出钱 那个大妹子这么的吧 你啊 借我俩钱 我就看见我儿子呀 完了那个 让我儿子面还你 行不 谢谢你啊 我还没出钱 我只要你 你得下雨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大姨回来了 大姨 妈 你怎么自己回来的呢 回来了吧 姐夫 没回来 我哪儿都找到了 没有啊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 要不给张多他俩打电话回来吧 姐夫 这黑腾家伙的你别出啥事啊 要不咱报警吧 快点报吧 这儿大人能走哪儿去呢 不知道啊 快点 起来干嘛呀 我怎么睡着了 你都跑了一天了 骆骆都该睡觉了 他们人呢 都走了 那你呢 你怎么不走 你不是为了早上的事吧 你是数真眼的 真眼这么小 我至于吗 我在等你 这么晚了我能让你一个人带着睡吗 别人看的会说闲话的 算我自作多情 我先走 这 不是 你先走 过十分钟 我再走 我 我跑了一天 那些棋子 现在该活动了 再过个几个小时 都市周刊叫解稿了 我有现任 你看 是不是全一篇看得多了 再说了 这些也不是你工作范围之内的事啊 确实不是我工作范围之内的 但是既然我接手了 我就要把它做好 那你没必要 把命打扰了 我知道你为了工作 你是工作狂 你认真 你负责 但是你要知道身体最重要 身体就是医 后面都是灵 医药没有了 光胜灵有什么意思啊 那要只有一没有零 就有意义了 喂 什么 你爸说 你妈失踪了 我妈失踪了 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啊 你快去吧 这怎么这一天 我要去吗 你算了 你还得工作呢 我先回去了 好 人丢了还不能报警 还得二十四个小时以后再报警 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 那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闭嘴吧行不 你们也是 那明知道我妈人生地不熟的 你怎么还能让她出去呢 你们呢 你说这话长心了吗 她愿意出去啊 她不知道人生地不熟啊 她不怕呀 她不是给你那宝贝媳妇找刀去了吗 李月彤呢 人呢她是不回来呢 小多呀 这单位有事啊 啥事能比老婆婆丢了重要啊 张朵呀 不是二姨说你 你念书念傻了 你咋事事都游着媳妇呢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洗的手里啊 你怎么这么怕她呢 什么怕谁怕谁不怕谁呢 谁看你 这个时候了爸你怎么还能往这上想呢 行行行了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我着急找我妈 你们谁都别去了 再丢一个我更闹听了